咱们今天来看一看T-Rex里面的线服插件 叫做Steels Limiter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T-Rex系列是出了名的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你要是买了它这个套装的话 基本上你可能不需要去买其他的插件 而且他们的插件看上去界面都相当的简单易用 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专业 有的时候感觉像玩具一样 但是实用起来真的是用户体验非常非常的好 几乎从来没有什么卡顿 什么需要等待这类的这些问题 所以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叫做Steels Limiter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功能简单 但是又算齐倍的这么一个线服的一个插件 最重要的两件事 一个是输入,一个是Sealing 这个Sealing你看它默认的时候 就给你放到个-0.1dB 这是很多的时候做线服的时候一个需求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你所谓的Peak 如果你录用生疏 很可能你收到的这个需求是-3dB的这个峰值 那如果你上传到Spotify或者是iTunes的话 可能是需要让你有-1的dB的峰值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硬性的规定 它呢放在了-0.1 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边界 然后呢既然你有了你的天花板 那你这个输入input提升的时候 就会把声音越来越靠近的天花板 然后呢顶到天花板上东西就会被线服 线下来 这样的话呢提高它的响度 降低它的动态 所以呢这就基本是线服的这么一个工作的原理 然后呢我们进到它的这些设置里面 这个bypass就不用说了 你可以拿它去bypass整个插件 Unity Gain Monitor 这个呢如果你点上以后 你不管怎么去推你的输入呢 你的声音的音量都不会增加 它会很容易的让你听到说 这个插件给你的音乐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你听到比较明显的 能够听出了识别出了声音的那种 那种声音的话 你就觉得就推的太多了 当然了这边的这个reduction的表 也经常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 下面这有一个infrasonic filter 这个呢实际上是22Hz的地方 它用6个dBp的时候 帮你去切掉了一部分低频 很多的时候做mastering的时候 都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很低的地方呢 去用一个低切 把下面的信号切掉 会避免它对其他频段的影响 同时呢增加你的这个headroom 然后它有不同的模式 比较tight 比较紧硬朗的模式 平衡的模式 harmonic 1 harmonic 2 这个1呢实际上是它模拟电子管的那种 class A的电子管的那种 偶次斜播的那种 饱满的声音 非常暖 非常饱满的声音 2呢是固态电路带来的那种 比较硬的那种 像几次斜播的那种声音 所以你推进的输入越多呢 这个斜播量就会越多 稍微会有一些变化 下面这个ISPL呢 是inter sample peak limiting 你可以想象你的 假如你的采样率是48 那它每一个音频切片 就切这么厚 假如切这么厚一块 咱们就假说吧 如果这切这么厚一块 你如果中间这个 这个一个sample之间 有一个peak的话 通过这个东西 能帮你去识别出来 假如你切了这么厚一块 你点了这个以后 变成4x呢 它就是把这一块 再给你切4片 就更细 16倍呢 就是切成16片 那你就能很容易的 去分析到某一片里边 有那么一个 特别高的peak 这个其实跟oversampling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是有一定的代价的 它会增加你的CPU的 这个复合 16倍 如果你可以使的话 是比较安全的 第一次人意呢 就是如果你的软件 输出出去的比特率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是32倍 辅典的运算 在你的这个 速度软件里面 你如果想输出出 24比特 或者是 当然现在可能 几乎没有人 输出16比特了 24比特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 点击以后呢 放到24 出去的声音呢 它会稍微增加一些 噪音 让你的这个 计算的时候 会减少它的误差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听一些音乐 然后呢 来看看这个东西 使用过程中 是什么样的 其实你这些设计好 以后你只要推输入 就可以了 特别特别的简单 那我们要注意到 这边的loudness的 这个表 这边有一个表 我们要注意到 假如说我们现在 希望能够放到 12UFS的响度 然后呢 我的峰值是 -1 当然这个根据 你的发布的平台 你需要去知道 它的规则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听一下 你会发现到这个地方 我还没有碰到 我的天花板 碰到的时候 这个reduction的时候 会产生 这个降低的一个增益 放到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要降低了 虽然现在已经到12 但是明显能听出 已经开始有一些 过载的声音了 我们稍微降火了一点 然后呢 我们去试一下这个mode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出来 仔细去分辨一下 一般来说 你听这个声音的时候 最容易能捕捉到的变化 是军鼓和中频的那个部分 如果你仔细去听的话 你会发现军鼓 有的时候底鼓也能听得出来 像这个歌里面 能有一些变化 会给你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你可以去选择一个 你认为比较喜欢的 我们再听一下 你如果仔细去听这个 harmonic 2和tite 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 tite的话 你仔细去听它 军鼓和低鼓 它声音短一点 harmonic 2的话 声音反而会长一些 我们可以听一下 harmonic 2 所以这是你如果去做 去做这些最终的这种 音乐输出的时候 你是要去注意的 你怎么去现幅 去选择这些音色 这些有很多很多小的细节 你是需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差不多降低了几个dB 然后我们现在响度 差不多在-10 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这种过载的感觉 你可以通过这个unity gain monitor 点击以后 然后它不会给你增加音量 这时候你需要去 当然你可以把你的音量调大 因为你现在觉得音量可能不够不够大 你可以把你的回放的设备的音量调大 然后仔细去听一下 前后到底你丢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给你加了什么东西 比如说仔细去听 没有这个插件 bypass的时候有一个插的声音 在我现幅之后 这个插消失了 仔细听这个地方 现在是bypass的 特别小的 一个声音 你把线幅加上去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声音 好像就几乎就 也不是完全消失 但是就小了很多 这个东西是你要去取舍的 你的响度 你的动态 以及你整个声音音乐的平衡 当然如果你推的更多的话 基本上每一个声音 下结束都是 嘖嘖嘖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声音就变脏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当然了 你如果混音混的比较好的话 整个这个音乐的动态 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话 你在做这种音量提升的时候 到基本上你有很大的空间 你很容易就能提升到 你想要的一个响度 而且保留整个这个声音的动态 关于声音的动态 我们找时间再去专门去讲 不过今天这个线幅的插件 我们就先讲到这 非常简单好用的这么一个插件 唯一的缺点 我觉得可能就是 你仍然需要一个独立的 这种响度表去看 它这个响度表你可以看 但是不是很直观 它没有给你一个特别明显的 什么short term momentary 或者是integrated 所以你仍然需要一个独立的 这种响度表去监控 出来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过总体上来说 还是相当的容易好用的 要说一句的是 这个插件在96的时候 差不多会有100毫秒的延迟 所以可能对于很多直播的人 或者是就不要去考虑用这个了 这个不会给你一个 实时的那种 或者很短延迟的那种效果 当然作为音乐最后处理的时候 还是相当有用的 好吧 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听影片了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听声音上 拜拜